刘雨昕落成住家遭窃,曾出演步步惊心的女星刘雨昕,刘岳飞,19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,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住所被盗贼洗劫一空,损失几千万人民币,净乎太恐怖了,洛杉矶的治安已经不适合人生存了,网友质疑她拥有美国国籍,转移国内资产,对此,刘雨昕在微博发文否认,刘雨昕在小红书上发文,表示自己带家人去旅行, 回来发现被盗窃,珠宝,手带,现金等被洗劫一空,几十年的奋斗,几千万的家当化为乌有,美国警察来了,只是走下行事,录了口供就没下文 她称洛杉矶多年来的家当全被一扫而空,里面举凡珠宝,名表,名牌包,金钱等等,加起来一共有几千万人民币的损失,她无奈表示,我住在最好的区,用了那么多安保系统 再来的时候,艾德认全都被屏蔽,她更称之变得治安不好,连银行也常被盗,有些人保险柜里买地板,都被勘测出来挖了偷走 刘雨昕并表示不想继续留在加州,留下心理阴影,无法入睡,帮她维修及打扫的工人透露,最近到其案平发 连银行都经常被偷,最好的办法是买保险,获养十多只犬只,照片显示现场一片狼藉,门窗破碎严重,义务散落一地,柜子上的东西被偷光 刘雨昕在与网友互动期间,透露自己住在比佛丽白威雷夫人区,想翻看周围的监控,却被推卸责任 有网民被质疑其是否夸大损失不值千万,刘雨昕回应,手表就有几十只,还有猪包等物品 网友也质疑她拥有美国国籍,已不是中国人却占用国内的舆论资源 对此,刘雨昕又在微博发文回应,列出七点声明 一,没绿卡没换国籍,对祖国的爱不会变 二,来这里是因为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三,国内太卷不想回国,30家女演员缺乏机会 四,在国内也有资产,在美国丢失的主要是珠宝首饰 五,没心情炒作,华人在美国被盗窃很多,希望通过此事引起重视 六,珠宝有放保险柜,被撬了 七,感谢朋友关心,案件正在调查处理 35岁的刘雨昕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代表作品有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、电影《花木兰》等 刘雨昕和附上前夫离婚后一直低调处事 只对外透露有一个年月六,七岁的女儿在美国生活